各位 還特地提到 審命送給蔡英文總統的八字真言 就是不忘初中 勇往拒絕 新政府上台之後 其實沈憲總統的案子還是沒有進展 今天 泰達格蘭基金會就找來陳志中 跟台北畢業審判長洪一華共同的開口 陳志中他表示 將會檢討審判過失 而洪一華他專注在龍潭愛審判中 違憲跟換法官 他要求蔡英文總統 應該要創設陳千中透 作為究竟 改靠各安基金會份 林朱獎長 總案新總統 陳志中跟團理 畢業審判的小英華 前一位陳志中 也須控上北畢業審判 陳千中透本健康跟司法案件 腦部的病變 也可以說是沒有辦法復原 就是已經腦部萎縮的部分 是不可憐可惡 但是就是讓他不要惡化 然後看看能不能有一點點 這個 比較緩慢的進步 你看看過程裡面 程序不公平的部分 對於這些證據上面 對陳總統有利 但是被忽略掉的部分 我想這也是目前大惡之期的 這裡檢討審判過程趨勢 魂花更專攻抖灘附地案中 依照故意把兩度 將陳千中透 無稿釋放的法案 朱獎春 萬懷蔡手續 沒辦法令法規選擇 陸續推薦做法案 沒有審判的法官 他沒有資格判任何人 那本案的程序不正義 既然無法透過非常上述或在審等方便的程式 來救濟 既然當時關法官是嚴重的違背法定法官原則 產生程序的阻擋正義 所以我認為可以透過特色的方式來救濟 再次呼籲三總統特色的陳建電 華民間團體也將發動 這個月21號上海道要求蔡總厚 行政兵長林全跟法務長蔡三 吹舊兵案懲判 故事中八位法官的責任 要替陳千雄長逃得到 您是喜歡上中國民主導 或是幾個